昨天发现手机空间爆满了 不得不清除很多很多的影片 在那个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片段 然后跟大家重温一下 以后因为我经过好多次 再也没有见到千千哥了 那以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画面了 希望他的人生能够重新来有正常好的生活 隔壁他旁边这一位就好像严重一点 依然每天应该是说每次我经过八大道 他还是不例外的存在 好了就不多说他们了 也到此为止结束了 以后就不再拍千千哥了 我希望拍不到啦 希望没有这些画面嘛 希望他们被打救 整个人生他们还有机会改写 祝福所有不幸的人 这墨西哥人跟华人住的八大道 墨西哥人大部分在五大道六大道四大道那边 然后六七八大道就很多我们中国人 这个地区呢也叫日落公园区啦 这里昨天发生好大的好惊人的新闻哦 这里就跟你们讲一下发生什么事 根据ABC7的报道 8月23号周三的下午 也就是昨天的两点钟之前中午啊 就在这个日落公园华人社区 就在这个日落公园华人社区 发生了一起松杀案 新闻说一名华人母亲赵母 还有他两个孩子都被遁去 什么遁去啊 应该是很重的东西吧 就把他们袭击了 这位母亲就当场就已经死亡了 纽约警方表示 周三下午1点50分左右有人报警 就说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 530号52街发生了一起 令人闻风上胆的凶杀案 这种事件 警方就当然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警方去到的时候就发现了 那位女士还有她的两个孩子躺在 躺在血泊之中 看他们的伤情最初的时候 是认为被刺伤的 不过后来在检查就是确定 他们是被盾器殴打的 然后三个人都被送到医院抢救 但是遇害的母亲最终因为伤事过重而过世 一名根据受害者邻居的嫌疑人 叶某被警方带走 并且拘留 正在等候接受审讯 警方在现场是发现了一把锤子 那就估计就是松手使用的武器 有人就说 嫌疑人是受害 还有受害者都是福建籍的华人 他们的关系就是二手房东还有租客 那这位母亲还有孩子的爸爸呢 赵某就是赵某的丈夫呢 听说是在俄亥俄工作 每个月会来仅一次左右吧 这个悲剧发生之后呢 这位先生就马上飞回来了纽约 在医院陪伴还没有清醒的一个孩子 警方呢 别呢就证实了被捕的叶某是受害者的私友 他们是共同住在案发楼的二楼 这位凶手是 不能说凶手 刑犯是被警方当场逮捕的 现在就是这个叫叶某的人呢 被控谋杀两项 还有谋杀未遂 两项攻击 还有两项非法持有母气罪 这个叶某呢在警局是没有流过案底的 应该也是那种意识冲动 我是有听说他们是调戒 当然是有事情有摩擦有 谈不过来的事发生了在他们之间 因为网络呢有一名是邻居啊在好像是微信啊 就是一些信息啊 有人在案发的冬天 有 当天 有听到他们双方发生口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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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只是无辜的呀 大人的事 有人就透露 他们是福建福州连江员 地点我就搞不清楚了 反正就是福建人啦 那福建里面有什么福州啊 还有什么记不住啊 不过就据说啊 听说啊 就是说他们是连江员 那个男的叶某啦 就是 就已经被他杀了那个女的 是房东 是不是二手房东 反正房东 二手也好 一手也好 三手也好 就是房东跟租客的关系 本来是说要 呃 已经 他们有说已经就是 这个月底要搬走的 只是搬走之前 还是大吵了一场戒 然后 事情就变成这样了 好害怕喔 要什么事 不要逃见 看不来就 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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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